做的动作实际上就类似在Excel里面 插入一个年的栏位 然后把它分别取得这些资料 取得这些资料之后 其实最终我需要做几件事 我需要得到的就是一个是List A指的就是横轴 List B指的是重轴 重轴的话我要去统计说104年的数量是多少 105年的数量是多少 那如果假如说在Excel里面的话 当然你如果要去算说104有几个的话 当然不是用眼睛算 你可以用那个有个函数叫Count If 有没有 Count If可以算出来 那如果在那个Python里面它叫Count函数 Count就算你这个串列里面哪一个的数量是多少 所以如果假如我需要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的话 大概我需要产生List A跟List B 如果这两个产生之后图就可以产生了 其实如果画图很简单 就是把List A、List B给这个Project这个方法再把它秀出来 其实就OK了 只是说你必须要先产生这两个串列 如果这两个串列没办法产生的话 那很麻烦 所以接下来的话List A 因为List A我是有试过 其实是可以拿刚刚的串列 来把它移除重复 可是还有排序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复杂 那为了比较简便 因为年也不多 所以我干脆怎么样 先手动先产生一个 就是横拙的串列 因为我们需要的年份其实不多 104到112年 所以我这边就把这8个年份先产生一个List A 这样的话我就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横轴了 横轴 再来就统计数量 所以如果假设我有一个横轴 那数量的部分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再产生一个List B 那这个List B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可以去算它的数量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透过什么 从这个List E 我刚还少做一件事 我必须把什么 把这些东西 刚刚所看到的这个结果 把它丢到一个串列里面去 所以我要丢到哪个串列 丢到一个List E里面 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结果 就是这一串东西 年份部分 那如果我要把它放到一个清单的话 首先你在这个FOR违线上面增加一个空的List E 那如果要把它全部放进去的话 那你就可以加一个List E 电Append 把资料放进去的意思 那放什么呢 就是放我刚刚产生的这个结果 这样的话就分别把它放进去 其实这个动作如果在Excel里面 其实就是等同于 资料放过来的意思 就是一样 只是在程式里面 你必须要把它Append 那我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资料 通通放到List E里面去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有List E之后 那我再来就需要List A跟B List A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刚才先手动增加 然后底下的话List B的部分 那我就是用Count的方法 去把它全部统计出来 所以底下的话呢 我就分别的 再增加List A 那这个List A呢 我直接手动把它增加 因为我刚刚试一下 其实可以用Set 但Set你最后要排序 反而呢 要写很多程式 那因为这个不多 所以我想说先这样会比较简单 就是我产生一个List A 然后它就8年的资料 分别是文字 那接下来的话List B 一样我先产生一个空的 因为里面现在 里面要放什么东西呢 就分别根据List A 去找出什么呢 找出它到底 它的数量是多少 所以我这边先产生一个List B之后 空的嘛 然后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它是从For I in range 一样从0开始 那去抓什么呢 抓上面的 抓这个上面这个串列 一个一个抓 这个0嘛 所以把104年先放过来的话 让它去算一下 算什么呢 所以呢 去List A 里面帮我点Count 然后把104年放进去 它就帮你算出来了 所以104年有几笔 其实跟Count If有点类似 有没有 所以它得到的结果呢 它就会把104的数量呢 直接就新增到List B里面去 OK 以此类推啦 105再帮我算一下总数 然后再放到List B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List A跟List B 两个都对齐了 有没有104的总数 105的总数 一类推 那最后的话呢 我算完的结果 我把它Print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List A、List B执行一下 可以看一下 List A的话呢 就是那个年份 所以这个年份有没有 那它的总数量呢 就这个 所以104年它总Count的结果 哇有687笔 105的话呢 665意思类推 感觉好像越来越递减 好像最低应该是到100 100 这样看110年嘛 然后再来111年又往上了 最后卸任的时候呢 又慢慢往上 好像有点那个 可能开始要思考下一个阶段 所以心思可能没有那么 所以 不知道 就慢慢 还是因为已经做太好了 再要更好 不太容易 不过这个趋势看起来 应该是蛮厉害的 一直往下 好那可是问题哦 这个是两个串列 它并不代表是一个图啦 所以最后如果有List A跟List B 再来就很简单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需要用到另外的套件 这个套件的话呢 叫做MathPyLab 因为它的名称很长 它里面如果画折线图是这个PyPlus 名称因为太长了 所以我就取S是别名 取一个短的叫Plt Plt就是折线图 这个PyPlus的简称Plt 不过等一下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错误 就是Normodule 有没有 没有这个模组 叫做MathPyPlus 不过我不确定啦 我不确定有没有状况 所以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要画图 那因为PyPlus你要画这个图 折线图的话 一样要给A A的话是横轴 B的话是中轴 反正这两个字一定要给 那显示出来的点秀 不过点秀的话 等一下可能也要做个设定 就是那个图 它理论上会帮你画在控制台的上面那边 然后你可能要切 它这边有一个什么绘图 你要切过来才可以看到绘图 我不确定 所以等一下可能还要做一些设定 这边不是有绘图 对不对 那图就会画在这里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关键时刻 这三行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 那我执行看看 如果有的话 切到绘图这边 绘图这里 那就不用装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还是要装一下MathPyPlus OK 我不确定 执行看看 有在跑 有 有了 跳出来了 画成功了 不过它是 它没有画到绘图 它直接跳 还是因为我这边有设定过 我不确定 因为它这个 它画在哪里 它可以从哪边去设定 从这个 扳手这边偏好设定 里面的话 它可以去设定应该是在那个什么 应该是ipython 控制台这边 这边有一个绘图的地方 ipython 控制台这边有个是绘图 绘图的部分的话 它这边会显示在哪里 有没有 它说要如何显示 它有几种 一个是自动 一个是行内 有没有 那我刚刚是自动 自动它就直接跳出来 还是行内是会跳到这边 我不确定 所以如果假设你那个 涂跳出来的位置不太OK的话 你再调整一下 要不就调整自动 要不然调整行内 这个可能就再试试看 好 那把它取消掉 OK 我再跑一次 再执行一下 它已经得到了结果 然后呢 歷史A 有没有 所以它就会帮我把 歷史A的结果 有没有 把它放到这边 所以你看到104到112年 12年 歷史B是count的结果 然后就放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你看104 因总数的话就是跑到这里 大概600多吧 然后这也是600多 一直累推 那就可以把图给位置成功了 可是你说这个图太阳春了吧 这没错 可以再把它加强一下 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标题没有 快的 再来一个历年再来 可是跟各位讲Mate Prime Lab有个缺点 不支援中文 自行 OK 没关系 再自己加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一般我个人习惯是 如果没有节点 真的看的不错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线都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个节点 感觉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习惯再把它加一些节点 节点也有形状可以改 这个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又增加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把刚刚的年份 有没有 这部分呢 民国年写到一个串列里面 因为如果没有写到串列 你这边不能count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去计算 每一年到底有多少的数量的话 很简单 只要新增把资料append进去 有没有 然后呢 我再手动增加一个清 这个手动好 我是觉得自己要用程式来产生困难重重 OK 然后呢再利用这个list A 去算出它的数量 有没有 然后把它放到list B 再用这个AB画出图来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 其实画图应该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比较困难我觉得反而是 产生那个list A 跟list B